美国FDA8月31日宣布批准莫德纳和辉瑞针对新冠原始毒株和奥米克戎BA4和BA5变异株的升级版加强针 莫德纳疫苗被授权用于18岁及以上人群 辉瑞用于12岁及以上人群 FDA将允许在个人首次接种新冠疫苗或者接种加强针两个月后接种上述两款疫苗 接下来CDC将会对此新冠疫苗进行审议 美国秋季加强针行动即将在9月份启动 按照规划政府将向各州药店和疫苗接种站提供1.75亿剂新一代疫苗 据福克斯新闻网8月30日报道 美国威斯康新州共和党众议员汤姆提凡尼已提出法案 以阻止拜登政府豁免部分阿富汗撤离人员不受与恐怖活动有关的入境限制的行动 美政府表示 所有阿富汗人都经过多个数据库的多层次严格审查 只有那些通过检查的人才有资格获得豁免 但共和党人长期以来对被带到美国的数万名阿富汗人审查程序感到担忧 认为此程序开辟了巨大漏洞 对美国的国土安全造成威胁 据彭博社8月31日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 若美国联邦检察官确定前总统特朗普违反了法律 他们可能要等到11月中期选举之后才会宣布对其的指控 以避免影响选举 据悉 美国司法部以特朗普涉嫌非法拥有机密文件为由 对特朗普的海湖庄园进行了搜查 此外 司法部的另一项调查集中在特朗普试图推翻2020年总统大选的努力上 美国国家气象局8月31日表示 创纪录的极端高温天气将在当日袭击加州 该州内陆山谷地区的气温预计将在本周末达到115华氏度 沿海地区的气温预计将达到100华氏度 该州大部分地区已发布高温警告 届时 气温可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气象学家预计从31日开始 高温还将影响西部其他地区 包括华盛顿州 爱戴河州 蒙大拿州西部和俄罗刚州 北加州的莫多克县和西斯基尤县已经开始实施火灾天气监测 这些县面临极端高温和大风天气增加了火灾风险 据福克斯新闻8月30日报道 加州州长纽森8月30日收到了一项法案 如果该法案得到签署 将要求加州学生在进入一年级就读前必须完成一年的幼儿园教育 法案将在2024至2025学年生效 加州目前的法律允许在9月1日之前 年满5岁的学生选择性就读幼儿园 在9月1日之前年满6岁的学生可以就读一年级 该法案解释说 其他早期教育项目如为4岁儿童服务的过渡性幼儿园 不包括在这一要求之内 根据该法案 学生可以选择就读公立或私立幼儿园 8月30日苏联最后一任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当天因病去世 中年91岁 戈尔巴乔夫生于1931年3月2日 1985年3月起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1989年5月至1990年3月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1990年3月后任苏联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总统 1991年苏联解体后 戈尔巴乔夫主要从事社会和文学活动 他将被暗葬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 紧邻其夫人赖莎的墓地 8月31日 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伯雷利通过社交媒体宣布 当天在捷克首都布拉格举行的欧盟外长会 决定全面终止执行欧盟俄罗斯签证便利协议 这将使得成员国可以对俄罗斯人入境实施限制 也使得俄罗斯人申请欧盟签证变得更加困难 伯雷利称 近几个月通过陆路边界从俄罗斯进入邻国的人数明显上升 这造成了一定的安全风险 此前 乌克兰和部分东欧国家曾要求欧盟全面禁止俄罗斯人入境 但法 德等国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 22年